2023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6周年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 美籍华人鲁兆宁再次来到南京 准备将今年新搜集的史料 捐给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捐赠对他来说已是停不下来的惯性之举 我是2004年开始捐赠的 基本上每年都有捐赠 有的时候次数会多一点 我想大概有16到18次吧 捐的资料大概有2800份 站在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 鲁兆宁久久凝失一语不发 墙上有他二爷爷的名字 鲁宝银 我的二爷爷他是一个书生 日本已经攻城攻下来了之后 他听到没有声音了 没有炮声了 就开了门准备下去看一看 刚开门出门 就给站在门口的一个日本军人 一刺刀 当场就遇难了 鲁兆宁1964年生于南京 而后随家人移民美国 他年幼时就听家人说起 清华日军1937年在南京的暴行 出国后 他常翻阅当地的中文报刊 还阅读了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著作 南京浩劫 被遗忘的大屠杀 后来一看到张纯如这部书 就知道这个日本人发现了这个暴行 然后同样的看到日本在抵赖和扭曲 我就说那我就应该去找一些资料 就开始找了 一找就没停下来过 2004年 身在海外的鲁兆宁通过中国新闻社记者 联系上了纪念馆 第一次向馆方捐赠了史料 收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的时候 我就看了当时上面一个中兴社的记者 跟他们联系 他们就安排了 我就回来跟他见了 然后他就跟我来向朱广长牵线搭桥了 这就开始了 在纪念馆展厅里 鲁兆宁带着中兴社记者 一一讲解其捐赠的在展史料 如数家珍 生活中鲁兆宁审吃俭用 拿出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 在网络平台上自费竞拍 他认为有价值的物品 竞拍就有点就像打仗一样 因为一个要胜过一个 要得到它 特别重要的资料 这些很多资料都是独一无二 没有了 已经绝集了 就这一份 要还是不要 2024年是鲁兆宁捐赠生涯的第二十个年头 也是其退休之年 他认为打捞真相如在历史隧道中追光 搜寻史料不是要记住仇恨 而是铭记历史 真爱和平 我就可以多一点时间来做一点深入的研究 还有一点就是再挖掘一点 这些更多的方面的相关的资料和食物这些东西 当然退休了就是时间更充分 再回来来南京我就没有那么赶了 我还可以几点时间来纪念馆做一些志愿者这些工作